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为服务踹共啊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大概创上死上最快被打脸记录 你看有鬼喔 马上而且打脸是谁 是他们屏东县政府是民进党主政的地方 屏东县政府出来说没有啦 是我们自己把文件传出去的 就是他们自己洩漏出去 没想到他们把资料卸出去 那现在大家就很奇怪啊 因为以前都讲说这个门绳一定是中央的 那现在变得好像有地方的有可能性喔 所以那个飞龙代委员就国民党飞龙代委员马上出来讲啊 就说门绳就是曹启宏啦 就是屏东县县长 那真的是他吗 那当然你看大家看到这张照片没有 他跟魏英聪 有合照喔 表示他们两个好像交情匪险的样子喔 因为鼎心在屏东有设厂啊 是 所以呢 当然我们超级龙县长马上跟以前不一样 这次反应就非常快 他马上出来喊冤了 说这是2010年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要推销我们的农产品 因为88丰灾刚过嘛 所以那个我们要推销我们的农产品 所以才希望拜托这个他们魏家 能够让我们进他的松心超市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 鼎心你有没有看到 鼎心国际有没有看到 这是很明显的 后面的字眼 表示这县长还跑到了鼎心他们的公司去啦 我们超级龙县长马上还跟着一句话说 我们当初只是去拜托他 连他们谁是谁我都搞不清楚 我觉得第一个啦 你去拜托人家 拜托人家帮你推销农产品 人家是谁都不知道 不可能的嘛 这样不是 我跟你讲 立刚我觉得会不会太那个一点了 而且你想想看 县长跑到人家的公司里面去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魏英聪是谁 还不是魏英聪跑去县政府 我知道这样 以前所有跟屏东县合作过的厂商 可能信头都觉得很心寒 原来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你就把来找我啦 那这样以后我干嘛要帮你啊 对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其实 只有这张照片 你说是证据吧 当然不能算是 我觉得还要仔细去查 可是问题是大家不要忘记哦 之前农委会主委 陈宝基 他不是跑到大陆去 因为希望把 也是希望把农男米摔到大陆去 一样去找了魏家 就人家是不是马上说 你陈宝基是不是就顶心的门神啊 是不是就这样被人家质疑 然后呢 副总统吴敦毅 不是去跟一个书法美术家吃饭 然后两个拍照 拍照的时候发觉 这个人是永城油脂公司的 董事长蔡振州的弟弟叫蔡岳勋 他是个书法美术家而已 就他跟他合照 吴敦毅一样被人家质疑 你是不是这个永城的门神啊 这样子也能算是哦 那如果说这样子 我们大家都会去质疑他门神的话 他还是跟人家的弟弟 还不是他本人合照 一样被质疑是门神 那这样子人家去质疑你 曹启鸿是魏家顶心的门神 这样也很合理啊 还是说标准 是遇到国民党的就是对了 遇到民党的就是错了呢 这个我们大家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 好刚才韩冰讲了一个重点 老实说我们看到照片上 谁跟谁合照 这种事情是很常见的 我们也很难看图说故事 但是同样的一句话 这样的一张照片 如果今天换在这个魏英聪旁边 是国民党的人士的话 那就被称为是门神 所以这张照片 如果照过去的民意党 来质疑国民党的标准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门神了呢 賴文元 是啊我们看到了 吴敦毅跟谁合照就是门神 然后谁就是谁 陈宝基也说是门神 这个门神 马英九是门神 马英九还没跟他合照 对不对 就弄一个什么东西 就子虚无有弄一个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 这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媒体很奇怪 特别是他们所谓的 青绿的媒体 就是只要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站在商人的旁边 他说这是门神 然后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站在这些商人的旁边 不是啊 不是啊 他不熟 我只是去卖东西而已 你叫国民党说 这个标准就是 奇怪啊 这个标准套在国民党身上 改戏啊 他在民党身上 不要紧啊 那这是什么 双重标准啊 所以我要请教专委员 这张照片 确实啦 就看到曹县长 他在这个文兴中旁边 所以现在被称为门神 那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曹县长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清楚吗 而且他也去正式去提告 去告那个 佩洪泰 对 那我觉得检调在这 现在不要松手啊 赶快查啊 查到他水落石出 到底是不是门神嘛 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嘛 那这件事情 让我 那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曹县红有点冤枉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这个记者会讲 踹贡 踹贡 结果那个卫福部 真的也没有讲清楚啊 你看这个今天报纸还写得很清楚啊 外国找通报飼料油卫福部件查了 拖了18天啊 所以这样一直要求 这起人一斗嘛 10月9号就告诉你 他所出口的全部是飼料油 对不对 就你先说 他没有问题 他没有问题 然后呢慢慢再 一个油一个油这样跑出来 到最后 到了全部确定 10月27号 拖了这样18天 我们必须说 这个中央的地方都有责任 但是屏中现在是在地的地方 是是是 賴委员 賴委员 来来来来讲一个 庄委员当过行政的发言人 这是到底的转移焦点 我们现在讲的是 泄密啊 对 对 我现在要讲泄密嘛 你可以追究 卫福部说这里面 这个事情可以追究 但是我们现在谈的 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谈的是说 水泄密 门神的问题 要从这个看曹启宏县长 到底在屏东执政多久 他已经做了9年的县长了 这一路来我们看到 黑油的事件 搜水油 黑心油 到现在的这个飼料油混充 全部都是发生在屏东 而且刚才我们讲说 这公务员有没有泄密 这个都是在目前在查 可是要回头来看一件事情 曹启宏县长 是不是在他的任内当中 之前还有人检举 他的这个回应态度也很慢 是不是有明显 重放或是不想理会 或是在拖延之嫌 董哥 因为他9月份时候已经发生缩水油 一个老农夫跟他检举了5次 检举了好几年 然后他们都没有查到 后来这个老农夫 才去台中跟警察检举 这个事情已经让他很伤了 那他那时候其实就应该非常小心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一次太伤的时候 他要求5个集图首长要下台 就是11月1号下台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施政 多么的漫步惊心 照讲有这么冲击大的事情 结果在这一次的饲料油事件 他照样的反正把这公文 所以他这次出错 等于他是因为是漫步惊心而出错吗 还是说他要赶快先去做通风报信 只是被检调给掀出来 如果照民进党的逻辑 他就是门神就是内鬼 因为民进党就说 谁把公文传过去 谁就是门神啊 那现在是屏东传出去 对 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 原来以为是卫福部传过去 因为那天的报纸 尤其是连任报放头版头 其他的报都放二版三版头 上面都写 你看 鼎心内部既然有卫福部的公文 所以彰化地检署才赶快发声明说 我们没有讲是卫福部漏出去的 然后第二点才讲说 我们已经请屏东检察官帮我们查了 所以大家才知道原来是屏东出了事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一件事情 刚才我讲这个时间序 大家还记得屏东过去给大家长期印象 是什么 因为民营党已经在屏东执政了17年之久 当初有郑太吉这个议长的时候 大家说他是黑道的故乡 那郑太吉伏法之后 感觉上这黑道故乡的恶民稍微比较淡了一点 可是现在这个在曹县长主政的九年当中 很显然的黑油的故乡 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屏东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庄委员 您觉得县长是不是难辞其咎 这个是怎么样都应该被若干就责的 我觉得是啊 就如蔡英文主席讲 该负责就要负责 所以我在这边呼吁检掉号地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您认为曹县长有没有卖 曹县长有没有卖 最重要的是这样子 这个检调 在办到什么MG149的时候 这么积极奴令 这么积极 你用这个精神拿出来 查查看 这个是不是这一位 有上级长官指示他 说你去卸这个秘 还是说他纯粹 这位吉祥员已经是列为卸秘的被告 对 赶快查出来嘛 这个很好查的嘛 这是他的通言记录 然后他的上级长官 甚至我认为关押起来都无所谓啊 你赶快把它 不是 你以为曹县长有没有在办黑油事件 有曼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这件事情 去肆有轻重 而转移的焦点 而真正该负责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级的 国家 国安 已经到国安城市了 国安的问题了 这是到了中央机关 才能够承担的一个问题 而且整个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看嘛 这个整个 你看这个 这个叫做杨正义 弄这个鲨鱼过来是2011年的事情 是满英九执政以后的事情 满英九抵赖都抵赖不掉的 而且鼎星 在台湾如此之做大 也是在满英九执政以后的事情嘛 这个大家很清楚很清楚的事情 大家在怀疑 为什么他如露无人之境 而且我们官僚如此之蛮憨 是不是他有人cover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两边都要办 但是事有轻重 我觉得重点在卫福部 当然是主角嘛 好 所以一定要把它查出来 我们就来回头来看看这件事情 这个报导是有非常误导 我刚刚已经秀出完整的公文了 我跟你讲 这个公文里面就是鱼油跟猪油 大家看看 那个牛油是卫福部发生 我没有要帮卫福部讲话 但是我们讲话要公道 我觉得民进党 最让人家觉得很失望就是 民进党觉得 他自己做什么都可以 别人做什么都不行 一样是照片 为什么你们当时民进党的时候 说陈宝区是门生 我要去查 那为什么 我已经前掉了 一定要去查 两位的重点都在于说 是不是有中央或是地方政府 来做鼎心这个黑心企业的门生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在查门生的过程当中 民进党的陈青麦委员 他在上个礼拜的午 早上怎么说 到了下午之后 发现情况批变的一个情况 又是如何 原来真的有鬼 原来真的我们所有的资料 魏权全部都掌握 甚至到最后一刻 还通知魏权公司 赶快跑 赶快绕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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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检邦带查 其实刚才我完全赞成 庄续汉委员的说法 我觉得可能中央地方 如果都有问题都要查 但是我们先从民进党的态度来看 民进党在这段时间 黑油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来 一直都说这个是中央的问题 但是是不是只有中央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手板 上面把一些时间续写的清楚 抓到门神了 绿营先骂之后改口 因为状况不太对劲 我们先看的是 民进党在上个礼拜 立法院党团里头 是强烈指引卫福部 献马英九政府24小给个交代 说是不是卫福部偷偷泄漏资料 要去查厂 交给了鼎心集团的总公司 是在卫权 再来呢这个时候 质疑的有陈其脉委员 跟林淑芬委员 说行政院让人痛心很可恶 居然可以卸命卸到厂商 可是不久之后 国民党的费洪泰委员就说 原来是屏东的公务机关给卸了密 可是呢我们就看到 当县政府的大长官 曹启宏县长被质疑之后 我们五点半 立委费洪泰 质疑了曹启宏是门神 到了七点半 两个小时之后 马上就反告费洪泰 我们就看到 关于全民的事情 屏东县政府感觉上没有这么快 可是说到自己是门神的时候 毫不犹豫 两个小时之内马上提告 我们看了 刚刚提一个东西 屏东17年来民进党在执政 民党执政这里面有县长 有民意代表 有县议员 有立委等等的 然后强贯这个事情 搞了这么多年 都没事 你可以想 今天假如这个事情 发生在台北市会怎么样 假如说 发生在台北市怎么样 这绝对是绿营的 议员绝对去包围 绝对干什么 啪啦啪啦的 绝对记者会在那个地方 厂里面就拉布条等等的 对不对 他想一想 强贯这些老农民 他难道真的只有向县政府告吗 他难道不会向地方的议员告吗 不会向立委告吗 我相信都会 可是奇怪 怎么通通被压下来 这是外界很质疑的地方 好 看了 屏东的曹县长 他面临到什么 我反告废洪太 马上就变成什么 政治事件 是 蓝力对抗 这什么 这典型的转离焦点 而且钟嘉宾 又讲了一话我都听不懂 他说他陷害 什么叫陷害 他居然说 里面没有概密 你给别人概密 给我不概密 故意 所以看到这个公文 那是很 你讲什么 我认为这个机合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 早就有连线了嘛 我想问一下 蓝委员 我们所看到的这位蔡专员 已经先被调职了 到底屏东县的人 有没有慎重道歉 因为我觉得感觉上出来说 误传之后 他们所有做的事情就是 反击 先去提告 完全政治动作 也没有道歉 老实讲 老实讲 钟嘉宾要向全国人民道歉 因为他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 所以 我请教一下 屏东县政府 我连目前道歉都没有道歉 你不应该 庄委员当过行政院的政务官 这里面所有给你的东西 你可以这样传给城商 你即便没有概密 可以吗 他能打在中 电话都不应该 我们让庄委员说一下 这份文件到底有没有 是不是密 是不是有差别 还是就是已经泄密了 因为现在都是电子文件 是 电子文件 来一大堆 那他那一天是在廉价 就是连续假日 连续假日 非常的忙碌 这是我先说明说 他们现在的这个解释 然后我们来看看 到底合不合理 然后 在这样子 他烫不烂烫 他弄了他看 然后因为地方人手不够 他不可能亲自 就到那个 就到那边立刻去那边办事 因为马上廉价 也没人手 地方的人手 非常的欠缺 说难听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技术 都也是一个大问号 他只是能够去那边 集合一下 所以呢 他直觉的反应 就是说 你要的 因为他都已经列出来了 哪像哪像哪像 对不对 所以我就写一个文给你 因为这个是从上面来的文 我就转发给你 人家要问这个 请你回答嘛 那这个是 这个是很基本的动作 只是说 这个人居然 这父亲没有看到 我觉得很奇怪 卫福部应该把这个前面 就摆得很前头 所以你认为地方政府 是无心之过 您是这样子认为吗 有可能无心之过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根本就是跟他勾结 所以我说的 调查清楚 我说的一定要调查清楚 我不代表任何事例 但是我必须要讲公道话 民进党的发言人徐家青 跟台南市市长賴清德 是公然站出来 请屏东县啊 他的立场跟中文言不一样 我觉得中文言是很公道的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 不管是选民 还是搞政治的人 我们要有一致的标准 拜托 一致的标准嘛 这个案子委员刚刚讲说 现在很忙 对不起 公务员 现在那时候是10月9号 当天晚上第二天才开始放假 当天是上班日 10月9号 那时候9月已经发生收水游了 全台湾最大的案子 就是顶清的案子 你可以忙到说 你没有空虚稽查吗 第二点 第二点 我一定要讲完 因为媒体太不用功 太误导了 这个是当时 卫福部给他的一个电子信件 电子信件的阻止叫做 就是进驻 赶快去 赶快去尝 然后他要求什么 对不起 这边有 他要比对 顶星的资料 跟我卫福部的资料一不一样 所以我就是要比对 我手上有资料 我不能给你看 我要你比对 你把他资料 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资料给人家 而且你也打掉也差不多不应该 到底是谁设计了谁 因为屏东县政府觉得自己好委屈 觉得完全是被中央设计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对 讲到这个部分 大家会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在于说民进党 他们都在说到 屏东县政府是被设计的 因为最重要的是公文下来的时候 屏东跟彰化 为什么看起来公文不太一样呢 这是否实在是被设计 还是故意在打迷糊仗呢 那个钟嘉宾副院长 他一开始就在他脸书上 就自己已经先发表了 就在那边喊冤了 他说我们根本是第一个大小眼 为什么 因为你给彰化这边 你一开始先发那个email过来 发email过来之后呢 后来你还加密了 加密了之后 后来还传了一个什么密码 那这样他才能根据这个密码 去打开这个邮件 然后这是一个经过加密的 那当然这是一个机密的重要公文 所以这没有争议 可是你给我们屏东呢 你给我们屏东卫生局是怎么样 你就随便传个email过来 然后什么也没讲 密等等级也没列 所以就说彰化跟这个屏东的两个 传来的公文是不一样的 他觉得你大小眼嘛 是怎样彰化比较大吗 我屏东比较小吗 然后再来呢 因为你没有练密等嘛 你没有练密等的话 他就不算是机密文件啊 那既然不是机密文件 我为什么不可以拿出去呢 那我觉得 基本上这个逻辑很奇怪 上面的指令 是要你去稽查这个厂商 你要去稽核这个厂商 结果你把你自己 稽核的所有的底线 因为他里头的成分多少 什么哪些超标 你全部崩一下 全部给这个厂商 这本身就不合逻辑嘛 但我觉得更好笑的就是什么 我们钟嘉宾副县长再来讲 这时候应该在干嘛 我在忙着 第一个去查 到底有没有限制这个问题 是不是上面有展观受益 那整个屏东县政府 是不是螺丝中调 你是不是应该去查这个问题 然后相关的东西 你要去处理啊 结果他不是 他周末是跑到台北来 上各大扣运节目 赶快去帮屏东县政府灭火 我觉得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 你钟嘉宾副县长 有没有搞清楚啊 这等于也是帮民进党灭火吧 再来我觉得更好笑的就是什么 我们的曹启宏县长 也是完全一样的 之前记不记得鼎星出事的时候 我们曹县长省引了很久 然后到最后 不小心被媒体堵到了才讲 然后现在又讲说 我已经解释了一千次了 我不想再回应这件事情了 可是那废宏县委员 一讲他是门神的时候 蹦不到两个小时 他反应马上变得很迅速 马上出来告人了 我觉得如果你曹启宏县长 现在你能够把持 你现在这种告人的速度 当初你就这样去处理鼎星的事情 你不就早就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了吗 拜托你曹启宏县长 虽然我知道你不会再连任 因为你已经到任期到了 你最后这几个月 还是帮大家尽心尽力一点好不好 董哥我们来看到 屏宏县政府 就以中嘉宾副县长的处理方式好了 其实在礼拜五的当天晚上 他就已经参加了这种 现场开讲的节目 做了很多的一个澄清 说这个县政府如何的委屈 遭到了陷害 是不是也看得出来 他为什么这么急的原因 是因为对于县整体的选情 可能民营党 因为这次的事件 有点像是乌龙的指了 所谓卫福部的是这个门神 但是反倒打到自己人 敢到受到冲击 所以他赶紧来灭火 对 因为大家记得 前一阵子吴子佳 就美丽岛桌报 他出来讲 他都有薪油书屑 是不是都有收到顶薪的钱 要蔡主席去查 那曹启宏就是新潮流系的 中嘉宾也是 那所以会让人家很多联想 把这东西讲出来的话 他很不堪 为什么 就刚刚我们节目 开始做了陈其迈他们记者会 林淑芬啊 大家讲的 反正 讲的 骂得很厉害啦 骂完以后马上被 被屏东 县政府这个一拿出来 所以管碧零那时候 当场就在脸书写说 哎呀我们搞了一个大乌龙 那是正常反应 觉得我们搞错了 对不对 我们骂人家结果是自己 那管碧零那个反应是很正常 可是后来中嘉宾 发现情况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有影响啊 影响的人很多 所以他赶快 北上上片电视台 硬拗 拗成说我们是被陷害 被什么 公务人员你拿到公文 不管有没有加密 你都不能给对方 这是常识 根本就不用讲 何况你是要去查人家 你警察要去查八大行业 你会先通知他吗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 你们准备好 不可能嘛 一定要 信雷不及淹人 让你没有防备 才是正常的情况 那你可以看到 我再讲一个 屏東地检署 其实是有问题 屏東地检署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 当彰化地检署 去未前总共事 查到这个文件的时候 结果 屏東地检署 是用他之案 他已经传了 他17号就传了 17号就传了 就传了蔡清隆 所以你怎么把这东西传给别人 蔡清隆就一堆解释 他就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动作 没有动作 你看 到30号 蔡清隆再度被研压的时候 法官本来要放人 后来是彰化检察官说 我们在他公司找到这个公文 你看 他跟政府部分有勾结 所以董哥你讲的时间续 这个事情不是上个礼拜五爆料的 是半个月前就知道他东西 就知道了 所以屏東县政府很早就知道 任意让他在外面流串 最可恶的是什么 31号屏東地检署 才起诉 才把他列为被告 这个屏東地检署本身也有问题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政府 不仅是这个行政部门也好 可能包括司法部门 对于黑心有的这个事情的 所有的相关都如此的慢的话 我就要请教一下这个赖委员了 我们就从还是说 民进党的政治操作的模式 都这样子 不好意思 对中委员这样子 他也许不是 都是反正拍了什么事情 先打回去 然后转变成政治操作 你可以看 中嘉宾副院长讲什么 就是 是被刺到 我是被设计的 我是无辜的 我是受害者 因为中央的委员部可恶 奇怪 我觉得老百姓那么容易骗吗 你这样一来 而且注意看 我们的董哥刚刚讲什么 这听起来都很可怕 就会说好像整个 真的是整个屏東县 绿化的有够严重 连那个检察官都被绿化了 也会怎么样 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检察官 是喷到绿的就这样子 他基本上就这样子 因为他说什么 他怕被人肉所索 只要被绿营的 开始起诉的时候 啪啪啪啪 人肉所索 通通来 所以你就注意看 张华县的张华罐不是吗 他的事情到现在都没事 嘉义 到现在都没事 奇怪 但是呢 碰到蓝军就不是 蓝军敢起诉 蓝军政治人物反应是什么 尊重司法 专委员我要跟你请讲 因为刚刚董哥讲了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不是说 被民进党或国民党立委 踢爆的 他是其实半个月前 就已经知道 在司法体系里头 可能是有屏東县政府 泄密的事情 所以整体来看 我觉得这应该是要回到 有没有泄密 就是屏東县政府 而不是说 谁被谁陷害的问题 那 这件事情 当然我认为 就是说 这个谁泄密 到时候去查 查 现在已经清楚了 这 也许是不小心 也许是故意的 我们静待 但是我对减调的这种步伐 这慢 我同意董哥跟他说法 减调 你看看 屏东县的减调 不只屏东县的减调 全部出问题 这才会让人感觉到 就是说 这是不是国家级的门神 把整个检调系统 为什么 高震丽案跟魏英聪 那是同期发生的事情 结果 大家看那个检调的 起诉魏英聪 才知道 整个时间 高震丽早就已经被订阅了 你知道吗 快订阅了 已经二审订阅 判十二年 隔一年 魏英聪才 匆匆的 现在起诉 而且起诉里面 讲的这个很清楚 中间的那种 那种 里面本来还要让他做什么 两亿元 两亿元认罪协商 给他协商掉 所以会隐能移斗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这种大门神 来cover这种黑心的大厂商 而这大厂商 政商关系众所周知 大家清清楚楚嘛 方委员讲 我们节目讨论过 台北地检署 一心放水 我们已经两个礼拜前就讲了 那我现在讲的 这屏隆地检署 你17号已经真信够 庄清隆这个检验员了 蔡清隆 你给他他治案 然后到30号 魏英聪被研压 彰化检察官 依据追问 结果说服法院 法院认为这太严重了 结果31号 他才把蔡清隆 把他列为被告 才变成 赶快转乱 而且这又不是 一个台南的检察官 对不对 这些事情整个 整个被事实体系 我们要一码归一码 我们不要说有个大的门神 我们现在抓到一个门神 我们就来看这个门神 然后看到屏隆地检署 为什么 你知道 11月17号 张检已经把资料 Pass给屏检了 然后屏检 居然可以用他治案 他在说我不知道 什么状况 现在用他治案 然后 钟嘉宾怎么讲呢 屏东县副县长 钟嘉宾说 我们10月31号 才知道 他中间 从17号到30号 他都不知道 你相信吗 他的检验员都被A谈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相信吗 他忽然说谎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 不只是说 是不是被陷害 他有没有真的在过程当中 就像刚才之前讲的 有说谎 大家要去深究 重点是要把它查清楚 不能说到 公家单位 你有没有注意到 公股银行最近在做一件事情了 要抽银根 但是现在要抽银根的 不只是公股银行 听说连民股 都要对鼎星的 所有连带say no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彻底的要让 这个鼎星集团 离开台湾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再来讨论